字幕靈感 字幕靈感 實在就是SUM 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靈 今天要介紹的這一台是2020年的四代Focus 1.5T ST-LINE LOMO賽道版 還有LED的頭燈 18吋鋁圈 並且搭配的是米其林PS4輪胎 這一條要7000多塊 當然它也是非常好用 抓地力、操控性都不錯 然後它有... 木門解鎖,按鈕機動 也就是米鑰匙機動 打開 還有這個 盲點偵測 前車主還有叫裝這個 RS尾翼 還有LOMO版才有的 LED尾燈 如果只是ST-LINE它是沒有LED尾燈的 所以從這個也可以分別 它是LOMO還是ST-LINE 它有一個... 賽道版LOMO版專有的 後懸吊 多連桿系統 如果只是ST-LINE的話它是扭力量 操控性也是差蠻多的 然後這台呢 前車主還有改裝中尾段的立結排氣管 含閥門 等一下可以測試一下音量給大家聽 再來看到它的車高部分就知道 它這個有改懸吊啦 它的改的避震高低軟硬可調 如果覺得太低都還可以做調整 然後這台還測取它的叫裝定封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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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視覺上也是有犧牲 對視覺上也是有犧牲 再來我們來看定裝 它有電動收折後照鏡 光感應頭燈 抬頭顯示器 然後前車主要升級這一個 雞皮方向盤 比起皮的我是覺得比較好抓啦 比較不會滑 然後它還有加大換檔撥片 再來一個厲害的配備就是跟車系統 寫多功能按鍵 然後這台目前的旅程是三萬六千多 再來我們看一下它的影音系統 有藍牙 Apple CarPlay 導航 還有倒車前影 再來是這支手機鍵 Focus專用的 一般的手機就都是夾在冷氣焰片上面 這樣子對冷氣焰片其實比較不好 專用的我是覺得 前車主還是有用心啦 然後它還有電子手煞 引擎怠速自動起閉吸火功能 測前距雷達關閉 再來是它還有升級 不是升級啦 原廠就配有這個B&O音響 音質非常不錯 測試給大家聽 可以戴耳機會聽得比較清楚一點 不要聽得出音質 當然來現場聽最準囉 這句音響可以媲美HK音響 哈曼卡等 也就是比較會裝在雙B車上的音響 再來我們先聽一下它的排氣管 開閥門 開閥門 如果這些你回去都做升級的話 那這台前車主路幫你改好了 其實可以省很多錢喔 先把它關掉 然後我們看一下後座空間 比起Focus前一代3.5跟3代呢 我覺得四代的空間真的是有座非常大的提升 前座剛剛是我的座椅 大家可以看一下 坐上來 幾乎空間都還有一個圈套 而且 其實頭頂也不會太壓的 然後我們去開架 抱歉一下空間 這種空間就是我們車該有的水準 然後這是原廠的集氣箱 因為前車主有升級NST進氣肥腸 也就是我們講的進氣池通管 如果說覺得不習慣 你是可以換回原廠的 再來這一代 是 雨刷撥桿 雨刷桿啊 為什麼它會在這邊呢 來跟大家講一下 前車主可能是為了視覺系 所以把它拆掉了 但是如果我自己會把它裝上 因為我比較care 實用性 我們車當然就是要雨刷 對 那就幫大家介紹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在資訊我 當然是建議現場的看最準啦 掰掰囉 實在就是SUM